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应该是说对诗经最主要的那些方面是有了解了 那么当然上次也谈到就所谓这个大概的情况上介绍之后 就谈到关于诗经的这个艺术 那除了副比性之外 那其实大家可能也还知道有一些非常怎么讲 叫耳熟能详或者说经常会谈到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是这个那个所谓从章谍句 对不对 会所谓从章谍句 那从章谍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从章谍句 其实有各种说法 那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和音乐有关系 和音乐有关系 因为它是会需要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当然每一个段落它当然是要有 不可能完全是一样 对吧 不是再重唱一遍 它会要有调整 所以我们看到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 我记得我导论的时候就特别讲的 就是特别如果我们了解中国文学史当中 中国文学史当中有文学 文学的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文学文本 我们现在讲的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 这个一个艺术的形式 但是在早期特别其实不完全早期了 到后代也有 就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存在着 诗歌和音乐和其他一种样式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这样一种传统或者说这样一种潮流 那我们要了解现在一些文学 也就是要通过这个去了解的 特别是早期 特别早期 实际上音乐的形式非常重要 像从章谍句 我想很大一部分就是可以从音乐这个角度去理解 他因为不断的这个唱 所以他会有 那么他当然也要赋予变化 他有重复和变化 重复和变化是一对矛盾 是一对的矛盾 但这一对矛盾是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很多艺术样式里 我们都可以看到 像这样的情况 那我上次也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提到一个诗经里面 他大部分写的是所谓日常生活的经验 写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 他是基于日常生活 创作出来的 当然了 这个里面有很多 两个方面实际上都要说了 那一方面当然是我上次也提到 就是所谓礼乐文化的部分 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的作品 实际上是和他的产生 和他的当时的实际的演出也好 表演也好 甚至可以唱 甚至可以舞蹈 像宋里边的 宋诗里边有一部分可以舞蹈 这实际上都跟礼乐有关 是礼乐文化的一个部分 是因为礼乐文化而产生 也因为礼乐文化而被演奏而被保存 到现在 这是一个要注意 另外一个 如果了解 音乐我是觉得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礼乐文化 一个文学的真正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域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还有一个当然也要讲到 它实际上是 从大的来讲 可以讲是历史经验 我觉得导论部分也就谈到 胡适那时候讲中国文学史 为什么从西周开始讲起 因为他说这个是诗经的时代 为什么诗经的时代 因为诗经的文本出来以后 他觉得可以提供我们了解 那个时代的很实际的 社会的历史的那些信息 从诗经里面都可以体现 但是我们这里也必须要讲 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那个当然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读解了 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这样一种经验 其实主要是日常的生活经验 特别是像《国风》里面 很多的作品 甚至包括一部分《小雅》的作品里面 它基本都是这样 但这种日常生活经验 是不是它所表现的直接的 主要是要 它主要的诗经 主要是就想表现日常生活经验 其实并不是 我觉得这个不是它主要要表达的 表现的目标 它的目标并不是直接要把日常生活经验 去呈现出来 它是在通过呈现日常生活经验 是表达它的主观的情感 主观的情感 所以过去一个大的 很大的一个判断是讲 中国文学是所谓 这个抒情传统为主 对不对 它基本上是很多都可以从抒情 这个角度去理解诗歌 特别是诗歌 基本上是抒情是为主流的 那么这个我不去做 这个绝对决然的是非的判断 那这个是有道理的 从诗经里面可以看到 它很多的作品里面 它写了日常生活经验 但日常生活经验 都引申出它的所思所感 所以它是通过日常生活经验 我记得上次我提到 通过日常的生活经验 来表达那个主观的情感 这个是我觉得想提到的 想提到的一点 那么还有一个 我想或许可以讲 如果它的所情 有它所谓情 或者有它的所谓思 这是两个方面 文学其实表现情感是自然的 但是其实表现很多的思想 或者观念 其实也是文学非常重要的方面 表达它的所思 所感 表达它的情思 那这些情思很多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 可以讲是 是类型性的 是类型性的 类型性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在现代的角度上来讲 觉得 这个当然是越有个性越好 越有特殊性越好 那这实际上是现代 近代以后的一种 基本的一种取向 一种观念 但是实际上 这个人类的情感 我们讲 所谓喜怒哀乐 这个 气情萌发 基本上那个类型 其实是差不多的 并不是说 一千年前 两千年前的人 就比我们特别缺乏什么东西 那些最基本的感情 或者最基本的想法 这个古人也是有 当然我们现在会有差别 那但是诗经这个特点是什么 它的很多的作品 实际上是 第一 我们上年也提到过 那个作者 其实我们并不是太清楚 作者并不是太清楚 它可能如果真的是民间的一些作品 或者说采自民间 来自于民间的作品的话 它表达的是一些比较普遍性的一些情感和思想 一些观念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 它在那个编辑起来之后 它通过演奏 通过这个 它那个编成这个棋子以后 后代人读解的时候 很多也都是从这种比较类型的 比较基本的这种情感类型和思想观念 这个角度去读解的 所以它是一种类型的东西 它和后代不一样 就是 怎么说 我想 我想更简单直接的说 就是说 你读诗经 你真的不一定要知道这个作者是谁 不一定要知道这个作者是什么 但是你读后代 比如你如果读李白的诗 你比如读诵人的诗 唐宋人的诗 你就知道这首诗是他什么时候写的 这首诗是他什么时候写的 这首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 这首诗是写给谁的 那这些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没有这些信息的话 对这首诗的感觉会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杜甫为什么人家都要给他做编年 为什么要给他做编年 那都是这个原因 这个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它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情感 我上次讲到像那个官居 我就以官居为例 官官居旧 大家其实都知道了 就不需要多说了 都知道 那他表达了一个情绪 我讲的很简单 所谓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这个就是哥德的那个诗就讲过 任何一个青年男人 都很容易有善感 有怀存这样的情绪 这就表达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情感 我这个当然 大概我觉得这几点是可以给大家 除了我所谓这个大家 伏笔性 这个所谓从章谍句 所以这个用字 表现是自然的 是质朴的等等之类 之外我想可以给大家提示一下的 当然了这个我想张老师可能在他的课上也会给大家很仔细的解读一些诗 我这里也想就是简单的举几首诗给大家来读一下 就是诗经其实读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读的话你当然字面上是有困难 在我们今天读通过字面 我们要达到那个它的原来的意思是有困难 但实际上这里面要读起来还是有 还是有很多的复杂性 然后呢 我举几首诗呢 实际上也可以看到它对后代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之大的 有一些最基本的 什么叫做最基本的情感类型 或者最基本的这个表现的这个典型的情境 实际上在诗经里面都已经具有了 比如说观观俱咎 这个大家都很熟 你们如果有文学史或者有其他 你也可以看到它 观观俱咎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称之信菜左右留之窈窕淑女 妒媚求之 这个求之不得 妒媚思 这应该怎么念 思福啊 过去也就是古音也可以读B 幽在幽在辗转反侧 这个其实都很简单 就是说那个男子 这个当然开始是起性 观观俱咎在何之中 对吧 这是起性 然后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求 那么这个诗的主 主要的 当然你可以知道是一个君子 是一个男性 这个君子不是小人 这个君子不是个小人 那小人不是一个道德 仅仅道德意义上的 君子和小人在当时是有很清楚的分野的 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君子 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讲的君子小人的意义在里边 那么它下面讲这个所谓 妒媚求之 所谓妒媚思弊 或者妒媚思福 所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那都很简单 就是说是 一直在那想念 然后就是 睡不着 那么下面 下面最后两张 是这样 称之性在左右彩之 窈窕淑女 情色有之 称之性在左右卯之 窈窕淑女 中古要之 那么这个 后面这两张 是什么意思 跟前面是什么关系 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一个实然的关系 还是一个 是一个想象 没有结婚 要迎娶而已 这个一般读 就这么读下来 就把它当成一个 实际的来读 就是顺下来 就是说 因为它想了 结果后来 当然就成功了 最后就是能够 情色有之 能够中古要之 这个就是实际成功了 就是说从想念 看到它喜欢它 想念它 然后最后把它 取回家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有一种解释 是把后面当成的 作为想象 把后面都会想象 这个理解之间 实际上是有一点 有一点微妙的差别 就是如果作为一个 实际的来讲 有人就讲 你们知道这个中古 你们知道这个情色 人家说这个是个民歌 中古情色 是随便哪一个村夫 农妇 能够拥有的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就是你要理解成一个 是一个怎么讲 是一个普通的 批夫批夫 这个就有一点困难 因为事实上 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能够做到这一点 人都是有一定的身份的 但如果把它解释成 一个想象之词 比如说余冠英 余冠英 这个做诗经选 那么就是说 如果选的话 其实余冠英的诗经选 其实也还是可以看一看 因为它有著 有翻译 那么它就是 就是这种 那余冠英先就认为 后面两章 它不是实际的 它不是实际什么 是一个想象之词 我不知道 它如果说想象之词 你把它想象成 一个批夫批夫 一个普通的 这个乡间的一个男子 可能还是有道理 因为这个 没有关系 就是说 它可能 它不能拥有情色 不能拥有宗骨 如果它迎娶 它新娘的话 它做不到 那它不妨想象 对不对 就是说 可能 我不行啊 但是 但是我没有豪宅啊 但是我现在想象 有一个大好事 对对对 可以 而且越是 如果是从想象之词 角度来讲 其实这个作者的身份 不一定要高 它越是低 可能越是低 我那时候记得 2000年的时候 那个 就是李欧凡 李欧凡教授 那时候写的 那个湘海摩登 那个英文 上海摩登 那时候英文本刚出来 我那时候正好在 在那边访问 当时要开一个会 当时他们也是乱点 阳阳谱 这个在那边反正乱点阳阳谱 他就来 他们找我说 让我来谈谈 谈谈对我 对他的这个观感 我是做古典 对现代只是有兴趣而已 那他那个 然后我就看了那个书 看完 就找了那个 当时刚出了 我就我就我就读了 读了之后 我就特别印象 里面有一些地方很有意思 那观感 有一点他就讲 他说其实这个当时 上海 他做现代文学嘛 他叫上海 这个一些所谓这个叫什么 这个亭子间的作家 你们说上海作家 你们亭子间 你们知道 我原来这个 我外公外婆 他们就是住这种 住这种 这种一个 旧的是库门的那个房子 就有亭子间 就是在楼和楼之间 有一个小的那个 那个住亭子间作家 他和上海的关系 是个什么关系 和当时繁华的上海的关系 是什么关系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说这是一种想象性的关系 这种想象性的关系 就是说 现在 现在作家的很多 在上海活动的那些作家 他们都是 和 比如说 我不知道 和金派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就是金派那些人的 一般世俗意义上的社会地位 是比较高的 他们都是文人 都是雅士 都是教授 很多人是那样的 上海很多作家 他是从内地来 飘零到这里的人 他可能生活都是 饿一顿 饱一顿 没有呢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读这个谁 梁石秋 梁石秋跑到上海 这个梁石秋的文章 说跑到上海 他见到 梁石秋是大家 他是大家 住在北京 他自己说 他那个院子很大 那个四个院很大 说那个厨子 在厨房烧了菜 端了汤 送到他的 那个吃饭的 那个房间 那个冬天的时候 端过去都会凉的 所以要把它包起来 不能那个 所以那个 你可想他那个 很大的一个院子 现在北京 如果你们有去 你们这里有北京 北京这个 我这两年去北京 经常有那里 老同学或者什么 就请我到那个 那种 那四个院的饭店里面 去吃饭 那个我就体会到 这个他们端菜过来了 走一段路的 是这样的 所以他到了上海以后 觉得上海那些作家 简直是 这个乱七八糟 他觉得非常震惊 这个钱很少 但是一旦发了文章 有钱以后 就去喝酒 就去光之院 这个反正都是 觉得乱七八糟的 上海的作家 其实很多 飘到上海作家 他的身份是比较低的 那种低的作家 但是正是他们来写什么 很多人 他可以写 他在上海的生活 但是他实际上上海那种 当时上海的生活 对他来讲 不是一个实际的生活 他这个作家 并不进入那个生活 而是一种 我们现在有那个想法 就是他异想当中 是异营的 他是异想当中的 所以他说是一种 想象性的关系 所以后边 当然我都讲远了 回过头来说 如果这两句诗 你把它 最后这两 后面这两节 你把它想象成想象的话 你如果去讲 他是一个 是什么说 就是一个 一个身份比较低的 一个男子 来写 这个作者 或者说 这个诗中的 这个主人公 是这样一种身份的人 恐怕是更好理解 我不知道 这也是我的意测 也是我的想象 我觉得余观音先生 用这样一种说法 主张这样一种说法 可能和五四以后 特别强调 所谓诗经的民间性 诗经的这种 这个方面是有关系 他站在这个立场上 把它理解成想象之词 可能更通一点 但余观音先生 他书里没有这么想 我就这么去体会 所以诗经里面 非常有意思 你看他诗 第一是文字 你们通过文字观 这个我想赵老师 会给你们讲很多 第二就是说 你其实了解 他那个基本感情 然后你可以知道 诗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 你们如果对的话 你现在要求可能没有 你把古人的 那个不同的解释 放在一起 那个差别会非常之大 但是你差别 看他那个解释的时候 你又回过头去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为什么用这种主张 是出于一个 什么样的目的 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其实是蛮有意思 这样去体会 是蛮有意思 这个是 这个是我想 这一点我想 可能说不定 可以补充一下 这个藏老师的讲法 还有一个 还有意思 我就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诗 实际上真的是一个 语言的艺术 现在你讲诗经 是什么自然的质朴的 我们都可以讲 都可以讲 我不去反对 但是你一定要用这个去读 ADR去用这个读 这一点就是说 特别是如果你读古典也好 都需要 这个顾斌那个时候讲 就是说 我觉得 我当然不是 就是完全 顾斌那时候讲 这个现代作家很糟糕 中国当代的作家很糟糕 这些人都不能读外语 然后就引起一大堆 这个人的反对 我记得好像上次 我说过 这个没有什么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 真的都是读外语的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 除非这个 你基本上一流的作家 没有人不懂外语 他可能外语很差 但他很有勇气 他去读 然后他会翻译 对不对 那个现代的作家 可能这方面 这个勇气也不够 或者说那个怎么样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其实很简单 他说的可能表述的不好 但他那个意思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我意思是说 不管是读外文也好 读古文也好 你一定要读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 还刚进来 起码二年级 大部分我想这里是二年级同学 再过一段 你们到三年级 四年级考虑读研究生 我印象很深 我们研究生直升面试 本校的外校的 有很多人 有人跑来就说 我要读比较文学 读什么比较文学 淘淘不绝 说我要读什么法国文学 你法语学过吗 没学过 没学过你 你喜欢可以 你要研究 根本没有这个资格 其实有很多人很奇怪的 中国有很多 现在当然情况会 未来越好 以前有很多 研究西方的人 研究西方哲学的人 研究德国的 他不懂德文 只读中文 只读中文或者只读英文 他说他英文很好 就能研究德国哲学 所以诗经也是有这个问题 我这里念一个译文 就不能翻译的 鲁迅先生也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他是怎么讲的 如果现在有个人 头一个搞到杂志社 说英俊的男子 漂亮的女子 他们怎么是好好的 是一对 他说肯定给编辑 把他一人扔到 废子楼里去了 所以《观观俱交战》 和这时候 窑条苏女俊子 这是没有办法翻译的 你任何怎么翻译 都没法翻译 当然现在也有了 就是配乐演唱 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 那时候 在哈佛的时候 我去 去雁京图馆看书 走过他当中 那个提琴教室 当时那个很有名的 郁文索安教授 斯蒂文尔文教授 在那讲那个 讲那个中国文学的课 当然他是给他们这个 本科生恩那个课就上的 就是各个系科的人 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所谓叫全校的 这种通识教育课 在那上 他在那上 就是放了一个录音机 当时放了一个录音机 那个99年 还还早 放了一个录音机 在那里放 就放那个琼瑶的 那个就是所谓 怎么讲 在水一方 就放那个什么 所谓艺人 就是那个旋律 我一听说干嘛 然后再一看他在上课 然后他在这边放 然后他一个人在上面 夺来夺去 把这个歌放完之后 然后他开始讲是个什么 那这个对一般的教育是可以 但专门的研究 其实是 专门的研究 其实是不行的 那比如说 他这里有一个翻译 我忍不住要讲 这个可能都不作数的 这个他是说什么 他说这个 鱼音儿观观合唱 在和性小小周上 好姑娘喵喵条条 个儿想和她成双 水性菜长短不齐 彩性菜左右东西 好姑娘喵喵条条 追求她直到梦里 追求她成了空想 睁眼想闭眼也想 夜长长相思不断 静翻身直到天光 长和短水边性菜 彩性人左彩右彩 好姑娘喵喵条条 弹琴色迎她过来 水性菜长长短短 彩性人左简右简 好姑娘喵喵条条 取她来中骨圈圈 每一句都是七个字 我想她翻的时候 是很花功夫的 那于外 那个陈军一先生 那个也有翻译 对吧 她那个助悉是 她那个都有翻译 但后来你们知道 陈军一先生 后来做诗经助悉的时候 就两侧和她那个学生 蒋介元 蒋介元后来到国外去了 那个她助悉的时候 她就不在意了 她说做意实在是很困难 一件事情 很困难 就是说怎么做 其实都不合适 我想就是说 你把它做成整齐的气颜 原来是四颜为主 你做成整齐的气颜 是花了很大功夫 但这个实在是很困难 是不后边 谢谢观看